那針對門徒訓練這一塊 跟特別是剛剛牧師提到的 就是在承擔整個全球性公知教會的責任上面 牧師有什麼建議針對教會實際能做呢 其實齁 在門徒訓練上 教會能做的就是陪伴 我們過去因為教會發展得太快 我們的陪伴的量能 可能沒有辦法跟我們教會人數發展的量能比較 所以教會發展得很快 以至於我們只能透過課程來進行陪伴 或者只能透過課程來一個海量的 來做一個所謂的門徒訓練 可是呢 這些比不上耶穌陪的十二個門徒走三年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教會會培訓出更多合格的陪伴者 去陪伴教會裡面的人 來建造他們成為門徒 所以我相信第一個是陪伴 但至於在這個公教會的那個概念 我覺得教會需要面對的 接下來要做的是重新思考到底什麼是教會 也就是對於整個教會觀 需要有一個重新的思維 如果我們有一個狹隘的教會觀 我們的教會發展再怎麼擋 它的發展是狹隘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台灣教會一定會做的 就是重新檢討教會到底是什麼 重新思考聖經裡面的教會 到底在講的是什麼 然後重新面對這個使徒信經裡面 我們所談的叫做聖兒公之教會 而不是慢慢發展成聖兒我之教會 而是發展成聖兒公之教會 我相信這是接下來台灣教會必須走的方向 也自然會走走向的方向 那一定會更加注重生命 生命這件事情 所以那生命是很難量化的 也沒有辦法量化生命 所以呢 我相信教會也會越來越發展向直化的方向 來前進 那這其實沒有什麼可做的 而是我們整個態度改變以後 每個教會就會各自發展出屬於他們的人做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台灣教會的發展會非常的精彩 會很多元 會很不一樣 你找不出一個一套模式叫做教會增長模式 但是呢 每一個教會你都會看到它有增長 也產生了他們的模式 而且這些模式都是可以外銷的 都是可以影響別的教會的 然後透過這麼豐富的互動和連結 我們可以連結出一個很豐富的基督的身體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二十年三十年 台灣的教會你可以看到的光景應該是 我們每一個都是神不同的肢體 有人是眼睛 有人是鼻子 有人是嘴巴 有人是手 可是我們在愛裡面連結的 眾人看到我們就是一個完整的基督 豐富的身體 我相信這次台灣教會接下來會變得 會發展的樣子 謝謝